過去完成式公司什麼? Header Header加PP 那請告訴我現在完成式公司是? Header Header Header加PP Header加PP 那過去完成式就是Header加PP 所以不管定義人稱就是Header加PP 好那請告訴我現在完成式 它的定義是什麼? 它用在什麼時候? 現在完成式 一個動作從過去持續到現在 或者是它可以表示什麼? 經驗 你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或從來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講過去完成式 來 過去完成式通常是有兩件事情 它們同時發生在過去 OK 那先發生的事情用什麼? 用什麼是? 先發生的事情 你用 用過去完成式 那後面發生的事 就用過去 簡單式 OK 好 假的說 來第一點 它表示動作在過去持續一段時間喔 但是它有持續到現在嗎? 有嗎? 沒有嗎? 你說它這邊 Bill had saved a lot of money but he spent it all 所以呢 其實你後面這句話 它其實可以不要看 你直接看前面這個 Bill had saved a lot of money Bill had saved a lot of money 如果你講這句話的話 那外國人理解就是說 你就是曾經有存過一段時間 但是你現在沒有存了 但是你現在沒有存了 跟hand staff 而到他們不一樣 如果你有hand 比如說你存到現在 或者你這邊用hand 的是你曾經持續存顯 但是你已經停了 你現在沒有再存了 OK 所以hand staff 是持續的動作 表示它在壞掉之前 他都有一直在出去的習慣 OK 好來第二點 它只是單純表示呢 動作發生早於過去式動詞 而動作會持續的時間 簡單講就是看這句話 這個是經典的例子 差不多以前 可能在更早以前 就用到現在 來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child had already left 這邊有兩個動作發生在過去 第一個動作就是 你到達火車站 那第二個動作就是 火車離開了 那請問哪個動作先發生 你先到火車站先發生 還是火車先離開先發生 火車先離開嘛 所以先發生的用什麼 用火式 過去完成式 所以過去完成式的公司是 KID加PP OK 火車離開先發生嘛 用過去完成式 那你後面發生的 抵達火車站 你就用過去簡單式就好 這樣懂嗎 所以呢 還lab 它是非持續的動作 只是表示它的動作 比rad更早發生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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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